紅茶精神學院 原來學校是特別的地方 有一定會有家人 還會算年來 已經有年來 我覺得整個AON訓練中心 營造了一個氣氛 讓小朋友看到他們的前景 由U10、U8這些小朋友隊開始 慢慢一路一路去晉升 我在這裡的建築 我從這裡做了很多看法 我一直以來發展 每一天都會成為U8 馬丁卡給我的感覺是一個生活風格 他們一來在場地就給了很多鼓勵 還有有很多競爭的訓練 就可以令我進步 我感覺上除了一群球員之外 部員、教練 全部人都是想有個工作和目標 教練那些想幫助陪伴球員去成長 我們幸運地有一個精彩的部員 去支持我們的年輕人 每一切都在桌球桌上 是一個教育隊 去導致教育課程 去導致教育課程 也有一個正式教育課程 可以讓我們的孩子 學習如何成為一位健康員 如何成為一位健康員 如何成為一位健康員 最印象深刻就是 發現隊伍無論是一隊球員 可能是幾千萬身價的知名球星 或是一班小朋友 或是未來之星 其實全部人都對我們很友善 我認為在世界上最大的球隊 能夠教導你很多生活功能 當然是在桌球上 包括所有的朋友 和團隊的工作 然後在桌球上 跟教育方面 然後在改變的房間 獲得這個機會 你也想要給其他人 在桌球上 所以當我家庭和朋友 我都可以幫助他們 我覺得這個 這個賽馬會學踢足球發展計劃的課程 即當中的一些 譬如社交、 mental 甚至乎是 physical 其實都對學生的幫助很大的 假設他可能之後未必再繼續踢足球 但他可以將學習的東西 去應用在其他的運動項目身上 即他可以照樣去管理好自己的營養 作色 甚至乎他一個好的性格 這件事可以 就算對他將來的工作 升學 都一樣可以幫助 去英國 直到現在都教你六年 但這六年我都記得 他們有教我這句 這件事 沒有人理會 可能有一場踢得不錯 也好 你都可以找到一些 踢得不太好的地方 我想這次的經歷 都可以給我信心 他不用擔心 什麼語言不通 文化不同 或者被人看不起 那我想這些擔心 其實都是多餘的 是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